精神分裂症长期被污名化 许多患者不愿意就医导致延误治疗 为了矫正民众错误认知 卫福部近年来已正式将精神分裂症证明为思觉失调症 借此摆脱负面偏见 思觉失调症是慢性且重大的精神疾病 与脑内功能失常有关 好发于青少年晚期及成年初期 症状以幻听最为常见 也可能出现被害妄想 总觉得有人打算加害于他的感觉 据统计 全台约有三分之一的思觉失调症患者 没有接受正确治疗而造成病情加重 由于传统口服药物必须天天服用 大部分患者顺从性差 而新一代长效针剂将口服药物制成水性悬浮液 一个月仅需注射一次 施打于深层肌肉时 会在组织液中缓缓释放 有效达到药物与血中维持一个月的浓度 大幅提升药效稳定性及患者便利性 对此高雄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精神科组织医师 严正芳特别说明 比如说可以避免患者因为忘记吃啦 或不想吃啦等等的理由而降低了口服药物的摄取 这样一个坏处之外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可以让患者更贴近一般的生活 新型的抗精神药物的话 那它是比较没有这些副作用 比如说它比较不会肢体僵硬流口水 它比较不会变胖 比较不影响到月经 根据调查发现 思觉失调症患者接受治疗后 病情可或缓解 但如果未能持续服药 依然有复发机会 随着复发次数增加 会导致病情恶化 所以患者若及早介入治疗 且按时服药 更能预防疾病复发 对思觉失调症患者来说 预防复发与提高患者生活品质 是中长期治疗最重要的目标 严正芳医师最后补充 因为思觉失调症患者需要长期规律服药 所以当注射新一代 思觉失调症常效针继维持疗效后 不但能降低密集回诊的不便 而且增加患者返回职场的生活稳定性 在与患者讨论沟通时 也多了新的治疗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